这联合国的话题,咱说这个之前,大家一定要记住 我记得非常清楚当年克林顿跟日本讲过一句话 说我们可能会考虑联合国重组,欢迎日本参与联合国的改革 哇塞,中国那个时候经济GDP没那么厉害的时候呢 那当时唐家元呢,是吧 玩玩的叫啊,是吧,给美国发了言证,那真抗议啊,真喊啊 然后你们这么惩罚,我们就没法跟你玩了 我们给你当奴隶,给你当加工厂,美方立马收回 大家还记得吧,奥巴马在日本的时候也是集齐会议 说过欢迎日本加入联合国的改革 甚至欢迎日本考虑日本加入到联合国 大家记住这不是拜登,不是第一个说的 你记得当时代价是什么 就是奥巴马总统道歉道歉再道歉 大家想想今天 你知道昨天最重要的这里边哪一句话最重要吗 世界上,你知道全世界 最其他中国吓傻的 那一个字,就那一个字 是中美世界格局一切改变,就那一个字 就是对台湾政策就一个字 对待联合国,就那一句话 对待联合国,咱先说中俄这个啊 想想台湾哪个字 对台湾就一个字,对待机器这个就是一句话 欢迎日本加入机器 这句话是从来没有这么直接过的 没有但是啊,没有但是 没有说但是什么联合国必须要改革 必须适合,没有但是 这是拜登,这是老政治家 他把所有的但是给你拿掉了 欢迎日本加入联合国 欢迎加入联合国 G7国家是啥,大家记住 G7就是第二个联合国 经济联合国 G7就是世界上的 你看美法德一日 再加于澳大利亚和印度 这个占了世界的GDP 说是45% 接近50% 世界上现在超过50%